華語大世界帶您關心 以色列在加薩南部的戰事如火如荼 但是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報導 在美國、卡達跟埃及居中協調之下 新的停火協議可能有譜 以色列跟哈馬斯原則上同意 暫時停火一個月 要再次交換以色列人質跟巴勒斯坦手法 以色列在加薩南部的戰事 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不過現在傳出新的停火協議可能有譜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在美國、卡達跟埃及居中協調下 以色列跟哈馬斯從去年12月28號開始 展開新一輪談判 雙方原則上同意暫時停火一個月 再次交換以色列人質跟巴勒斯坦囚犯 不過哈馬斯堅持 以色列必須保證有下一階段的停火協議 甚至永久停火 才會同意暫時停火一個月 以色列則是尋求分階段磋商 還要求哈馬斯六名高層離開加薩 包括兩名策劃去年10月突襲以色列的領袖 但哈馬斯斷然拒絕 美國已派出中東特使到埃及協調 但白宮對於談判進度三間齊口 加薩中部的馬加奇難民營冒出濃濃黑煙 以軍22號這天陣亡24名士兵 創下開戰以來單日死亡最慘重的紀錄 以軍表示哈馬斯攻擊以軍坦克時 導致以軍埋設在建築物下方的炸藥引爆 建築物瞬間坍塌 21名以軍士兵來不及逃生喪命 美軍也對伊拉克境內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發動空襲 造成多人死傷 中東持續戰雲密布 林又任編譯